三萬人齊聚西螺大橋 粉紅超跑跨越濁水溪 從彰化抵達雲林 香燈角隨香 人人高舉手機記錄 今年靜香 幾乎可說是複製 二十六年前的路線 也是首次夜間上西螺大橋 成為歷史性的一刻 靜香第四晚 鑾轎駐駕西螺廣福宮 由於廟前人車級的水屑不同 交辦人員索性用這招 直接把鑾轎高舉 讓鑾轎S型騰空 宛如輕功水上飄 飛越車頂 直衝靜妙 畫面讓許多人看得目不轉睛 粉紅超跑九天八夜靜香 進入第五天 也徒許多人供應餐食 有素食餐廳老闆 使出鐵砂掌 狂炒四百斤炒麵 手進油鍋 只隔著手套 說也神奇 老闆自稱前一天 自己才因為叉子掉進油鍋 伸手剪被燙傷 沒想到一個晚上過去 受傷痊癒了 我就心裡默念 我說白沙豚媽祖 我明天有重任 要來做義工 不要讓我的手起泡 腫起來 除了炒麵 還有人雞蛋大放送 八百顆雞蛋不便宜 現場間 要讓信徒吃飽喝足 再上路 靜香途中眾生祈願 有婦人舉香大哭 引起所有人注意 鸾叫為此一百八十度迴轉 上前聆聽婦人的內心話 此舉讓許多人為之動容 記者 六文兵 六文兵網上 SF小組 雲林採訪報導